今天是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辩论会 各阵营在结问中是激起了不少火花 像是两岸问题 洪秀柱说要和对岸签署和平协议 郝龙斌就直呛 反问说要用什么身份来签署呢 而郝龙斌主张2020要派郭台铭来选总统 也被韩国语反酸 说2020他也要推林青霞来参选 国民党主席选举第一场辩论会 各候选人准备大显身手 第一题就是当选后会提出什么样的两岸政策 能够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 维持不同不独不武的现状 我们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面 我们提出和平政纲 在两岸之间可能用中华民国吗 向和平协议我们用什么样的民意来签署 现在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郝龙斌警咬洪秀柱回答问题酸溜溜 其他候选人则是狂批民进党 如果民进党愿意改头换面 不要说改邪归正的 这样对民进党不客气 改头换面 愿意放弃台独纲理 回归到两岸正常的交流 何乐不为 蔡英文总统 你可以称之为通灵太后 就是两岸的关系 两岸的信任都变成零了 两岸不应该只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王牌 我们必须还要在民生 经济 以及其他各方面 都要展现我们治国的能力 辩论会中 何龙斌拿出承诺书 要各候选人保证不在党内互打 并且永远团结 不过2020要派谁选总统 还是出现互呛火药味 用一个例子说 我们当年读高中的时候 初恋的情人是林青霞 林凤娇 可不可以请他们出来选总统 何龙斌信誓旦旦说 未来当选党主席 2020就推郭台铭参选总统 却被韩国语狠酸 这全是何龙斌单方说法 当年给他提过 这个事情容我保留 选举进入倒数 选情依旧焦灼 排名尾端的在辩论会中出奇招 尽量搏版面加深选民印象 欢迎新闻苏红杰黄云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